中国传统的端午节到底因何而来 去缘之前 这个节日已经萌芽了 唐玄宗为何要在端午节喝一种神秘的汤 吃点什么特别的东西 吃猫头银汤 猫头银汤 端午节的粽子怎么包才算地道 其实我们这个粽子还不够传承 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的端午节和韩国的端午祭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这个祭祀成方神的活动 也在端午节结束 所以它叫端午节 其实跟端午节没关系 节日里我们该如何解读人生的幸福感 追寻传统节日的意义又究竟何在 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当作一种艺术 当作一种艺术 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很丰富多彩 丰富多彩就意味着现实 文化学者陈连珊带您感受端午文化 告诉一个您不知道的端午节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文明之旅 转眼又到了夏季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节的脚步也渐渐临近了 说到端午节是不是 还有您不知道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民俗专家 北京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 陈连珊先生 给我们带来您所不知道的端午节 掌声有请陈连珊先生 你好 陈连珊先生 欢迎再次做到来军之旅 谢谢你 看今天我们的演播是 按照我们过节的习俗 准备了很多和节日相关的一些小摆设 一会儿呢 我们会一件一件的聊起来 它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节目的一开始 我首先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谁知道端午节是怎么来的 跟那个屈原有关系 听说我南方有的一种说法是 跟吴子旭有关 我是北大的台湾张汉孙 对我所知 端午节应该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一种传统的宗教仪式 第二种是说 它是祭祀和吴子旭的 然后最后才是演变成 变成祭祀屈原这样 我问一下陈连珊先生 端午节的来历是这样的吗 在屈原之前 这个节日已经萌芽了 这个节日产生 比屈原要早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战国以前 战国以前 那两千多年的历史 两千多年的历史 那个时候人们把这个节叫什么节 那时候叫五月五日 就叫五月五日 农历的五月 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它是夏至所在的月 夏至就是白天最长 夜晚最短 因此呢 就是阳气最盛 阴气最弱 阴气开始出现的 开始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 因此认为这个时候 阴气和阳气 斗争特别激烈 就是那时候就一种习俗 辟邪 听于辟邪好像有点明信 嗯 它里边有科学基础的 因为这个五月初五这个时候啊 呃 接近夏至 就是天气突然开始爆热 人很容易得病 嗯 另外呢 这时候 它突然开始热了 各种毒虫啊 各种细菌啊 就活动就会加剧 也容易使人得病 所以这个季节容易得病的 古人不太清楚 这个治病的原因 就说那 那大概是邪气吧 他就用邪气来 指称这件事情 端午节的活动也是 他的基本的精神 实际上也是顺应自然的 因为这个季节 既然是阴阳斗争 很激烈的时候 那么 我们人应该小心 要谨慎 嗯 古代人很严格的 你看李记里边就说 要戒声色 要斋戒 要 要登高 要必 必读如此 它一套的那个规定 都是让人很谨慎的 度过这个自然的 结口 其实讲顺应自然的 后来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把它叫端午节了 在汉代前后吧 我们当时是使用两种 那个 就是 祭日的方法 就是一个月当中 现在就是用数字祭日法 古代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呢 它是用那个甘之祭日法 就是这叫甲午日 那叫什么什么日 它就是用那个天甘地之 来计算 端午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是 第一个五日 就是中午的五 第一个五日 第一个五日 这个端是开端的意思 它端开头 第一个五日 第二个五月呢 从甘之上讲 五月就是这个中午的五 这个也就是这个五月 因为它从那个 这个五 中午的五 五 中午的五 端午 对 这是五月的五日 就是那个中午 两个都是中午的五 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等到那个到了晋朝 有个材料讲得很清楚 是叫端午 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把屈原和这个节日 结合在一起了 最早的史料是东汉 东汉有一个有名的人物 叫应少 他写了一本书叫风俗通 是中国早期的民俗制 我们早期说风俗通汉的风俗 你就看风俗通吧 风俗通里面讲到 说这个五月的时候啊 人都要记这个五色旅 就是现在咱们叫五色县 这五色旅据说可以避兵 避免人受到兵器的伤害 因为那时候战乱多吗 受到兵器伤害 后边还加了一句 叫一因屈原 也因为屈原 他就说这五色县据说 是跟屈原有关 说是为了纪念屈原的 他只说了这一句 详细情况不清楚 就证明那个东汉时候 已经开始有人把屈原 和端午节连那节 和端午节那个五色县连起来了 在后来记载当中 到什么时候就已经确定下了 就是这个节日 跟爱国情怀 跟诗人屈原 就已经非常有密切的关系 这在什么时候 普遍接受 比如唐朝 唐朝那个唐玄宗的时候 国家特别富强 这个唐玄宗呢 一过节就要大宴群臣 他在这个过端午节的时候呢 在皇宫里摆宴会 把百官 文武百官全请到皇宫里 吃饭喝酒 同时还要赴诗 人家唐玄宗请客吃饭 请客吃饭不能白吃 每个人都要赴诗 他带头赴诗 他说 感恩婆娑之孝女 命酷稿之忠臣 孝女之婆娑 说的是那个孝女曹娥 这个酷稿之忠臣 就是说的屈原 说我们过这个节 是为了怀念屈原 他是个忠臣 端午节做的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节日 是啊 所有的官员全请到皇宫里吃饭 也吃点什么特别的东西 吃猫头鹰汤 猫头鹰汤 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刚才我们说他不是提倡忠臣吗 要培养忠臣 培养孝子吗 猫头鹰是古代人心目中的恶鸟 什么叫恶鸟 就是不孝鸟 不孝顺 据说这个猫头鹰小的时候 当然是由母猫头鹰给它喂大的 一长大 先把母猫头鹰吃掉 先吃它的妈妈 现在这个鸟类专家 从来没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但是古人相信是这件事情 所以它是不孝鸟的代表 这跟培养孝子孝女 就完全对立 因此这一天要消灭 这个恶鸟 除害 把它也给吃了 对 把它吃掉 就等于我们坚决不要这个乱臣贼子 当然 科学观来看的这个鸟 猫头鹰是个一鸟 但除了这个屈原之外 还有什么人物特别是通过这个节日来纪念的吗 在苏州地区 把端午节跟另外一个忠臣 吴子虚连在一起 吴子虚是吴国的一个大将 当时他配合着吴王夫差把越国打败了 这时候他觉得越国以后对有可能重新富强起来 会威胁到吴国 所以他主张控制越国 他是站在吴国的地场上 主张要彻底控制越国 结果没想到这个事 越国就也当然知道了 越国就想办法来离间吴王夫差和吴子虚的关系 就使得夫差怀疑上了吴子虚 所以后来夫差下令把这个忠臣吴子虚给杀掉了 杀掉之后 而且杀得很残忍 把他杀了之后也不埋葬他 就直接弄点兽皮一包 就把他扔到那个河里边了 所以吴子虚这么一个忠臣 受冤屈被杀害 被扔到水里 老百姓都为这个忠臣感到不平 所以人们就想象他变成了一个愤怒的头神 除了吴子虚跟端午有关 还有一个姑娘 一个孝女跟端午节有关 她叫曹娥 她是为了救父亲 找父亲的尸体投降的 是在端午这天吗 对 她是说汉朝时候有那么一个姑娘 她的父亲在端午节的时候 在江里边弄潮 结果不小心出了事故 淹死了 就尸体找不着 找不着那时候是很悲痛的 父亲死了当然是悲痛 尸体找不着就更加悲痛 所以说她悲痛一绝 最后就自己投降 投降之后过了几天 她的尸体抱着父亲的尸体 扶上来了 就说她的灵魂找到了她父亲的尸体 这是传说中的故事 这是古代记录的 记录的 对 说实际上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事是真发生还是假发生 反正是历史上是那么记录的 所以留下了就端午节和孝女曹娥 对 端午节就跟孝女曹娥联系起来了 屈原 吴子虚和曹娥 看着好像这三人胳膊相干 是吧 实际上他们有共同点 吴子虚和屈原都是忠臣的典范 忠臣而受冤屈 这个曹娥呢 是孝子的典范 这两方面 忠孝是古代 历代都要提倡的价值观 也是历代人民都非常尊敬的英雄 聊到这儿已经发现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 和端午节相关的知识了 现下的几位外国嘉宾 其实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好像这个 就刚才你提到那个五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五 这个中午那个五 但是它好像 其实这个五的排行也不是五 为什么 排行是七 对啊 它是这样 五月为什么叫 也叫端午这个五 中午的五这个五月 因为呢 我们的一 争月 争月你知道是 是是是是 它的那个甘知是什么呢 争月叫银月 它不是从紫 紫月开始的 从银月开始的 紫丑银是第三个 往下一错 错到五月 一定就是中午的五 因为这是我们夏历跟周历跟阴历 就跟商朝的那个历法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 因为那个阴历是见丑 就它的那个争月是放在丑月 就是十二月 十二月初一那天 它是是是那个商朝的 争月初一 周朝的争月初一是十一月 十一月初一 是周朝的 周朝的元大 不同的历法 对 不同朝代的历法 它的那个争月位置不一样 端午节 挂艾草的习俗背后 隐藏着怎样动人的传说 朝代的时候呢 有一个妇女 抱着个大的孩子 扯着一个小的孩子 从那以后呢 大家就觉得 这个艾草能够避邪 小小的粽子 如何体现中国的哲学之道 粽子是由粽叶包裹的乳 这个是象征着阳气 包裹的乳 古时人们端午华丸龙舟 为何要悄悄的离开 把船扣起来 还要把它盖上 悄悄的回家 为什么呢 陈连山 您不知道的端午节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那接下来呢 我们跟观众朋友分享的 就是一幅和端午相关的画作 我们看一下 这幅画作给我们记录下来历史上 什么样的端午节 一同来看 这张图上画的是什么呢 中间这个白的花 是薯葵花 那个圆的绿叶子 是鼠葵的叶子 鼠葵叶 对 上面那个红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是什么 石榴 石榴花 开花石榴 不是那个结果的石榴 这两个花 都是端午节期间开 这是跟端午节相关的画作 刚介绍两种花 还有两个背景的 还有两个植物 那个说 那个暗暗的颜色 背景的颜色 暗暗的 那是艾草 后面那个尖叶子的 是昌葡 端午节期间的 几种代表性的植物 在这个花瓶里面都看到了 右下角是粽子 这幅画呢 是出自 曾经侍奉了 康庸前三朝的 宫廷画师 郎士宁之手 这个画作的名字叫做什么 这叫武锐图 武就是中国的武 锐是祥锐 当年老师您是受 皇上的委托画的这幅画 还是自主创作的 受皇上委托 清宫 这幅画是雍正十年画的 清宫档案里保存了 这个图是干什么用的 端阳节备用 端阳节 端午节也叫端阳节 什么叫备用 端午节时候张贴 我们通过图上的这几样植物 咱们来分析一下端午节的一些过节的习俗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端午节是要用艾草 包括昌普 这个习俗起源于什么时候 这个可能是更早 这个应该在春秋以前就应该有 因为夏小征 咱们中国古代最早的历法 夏小征里面说了 五月续兰 或者五月需要 这个版本不太一样 有点差别 五月要采集一些兰草 昌普和艾草是两种有芳香味的植物 它有芳香味道 就可以避虫 虫子一般不肯吃这两种植物 虫子不咬它们 那时候它们能够避邪 所以它们就认为它能避邪 因此古人就开始在端午节的时候 把这两种植物挂在门上 用来避邪的 那么它还有一点宗教性的意义 就是在道教里边 不是主着用剑 用宝剑来去鬼避邪 那个昌普的叶子 还像宝剑 所以它叫普剑 所以它们认为这个能够避邪 这是从宗教上来讲 信仰这个层次来讲 据民间传说 这个唐朝时候 后期这个皇朝造反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 有一些逃难的人 逃难的时候呢 有一个妇女 抱着个大的孩子 扯着一个小的孩子 在逃难 这时候太习惯了 正常情况应该抱着小的 拉着大的 大的他年龄大 他跑着快 你怎么会抱着大的 扯着小的 他说不瞒民说 这个大的 是我哥哥家的孩子 哥哥不在了 他是孤儿 如果他死掉了 那么我哥哥一家 就要绝后了 这个不行 那么小的那是我自己的孩子 如果不幸他死掉了 那么我还可以继续生 因此呢 我要抱着大的 扯着小的 皇上说 这个人是个好人 大善人 他告诉他 你不用跑了 我回头 命令其他人 不许去回太你们家 到了那个 端午的时候 你藏在家里 把你们门上 挂上一束的 这个艾草 那个士兵们 当时一看见你们 谁家挂的艾草 那就知道 这是你们家 是大善人之家 他们就不会去 回太你们了 结果呢 皇朝的兵 到了 端午节的时候 开始造反了 开始杀过来的时候 经过这个村子一看 家家都挂了艾草 这个村子都是好人 没关系 原来呢 这个父女 他确实是个善人 他自己知道了 这个消息之后 马上就告诉了 他的乡亲 都采用这个办法 从这以后呢 大家就觉得 这个艾草 能够辟邪 能够帮助人保命 再看和端午节 相关的一些元素 就是右下角的 这些粽子 粽子最早记录 是在晋朝 《风土记》里面 谈到这个 角鼠 那就是粽子了 最开始时候 对粽子的解释 跟端午还没有直接关系 为什么呢 粽子呢 它的寓意 是象征 下至的 粽子是由粽叶 包裹着泥 或者是鼠子 包裹着 这样秘密地 把它粮食包在里面 这个是象征着 阳气 包裹着阴气 这个东西 正好就是 下至的阴阳特点 阴阳关系的特点 下至的时候 阳气达到极上 阴气开始复活 所以说 它一开始 是跟下至有关 后来另外一个材料 就能够印证这个 就是在粮朝 有一个叫 宗林的 他写了一本 清楚岁石记 这是我们现在 保存下来的 最早的一本 岁石记录 那里面明确的说 下至是粽子 所以最开始 粽子是跟下至联系 问题是 下至这个习俗 这个节日 慢慢的淡化了 为什么淡化 它的主要的内容 都跑了 段火结去 陈先生已经把 粽子的来源 跟我们讲了 其实我们这个粽子还不够传统 为什么这么说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还不够传统 五彩绳 问问 陈先生 为什么要有五彩绳 我们中国古代 这个五是一个最完美的数字 数起于一 利于三 乘有五 乘就是完成 那九不是 九是最高的 至高无上 对 九是最高的 乘有五到五是很完整的 五彩绳的习俗 比粽子要早 它一开始 它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的五彩绳记录 是东汉 东汉应哨的东苏通 那里边谈到 所谓的五色 就是青 赤 白 黑 黄 这是我们古代认为 最标准的 最正的五个颜色 它就代表着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所以它跟五行有连在一起 因此这个五色就是个最完美的颜色 所以它就是最完美的 就可以帮助人们抵御其他东西的侵害 五彩绳来包粽子 又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寓意 就是为了健康长寿的 我们知道端午节还有一些其他的习俗 比如说著名的赛龙舟 比如赛龙舟最开始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怎么来的 赛龙舟应该是从南方起源的 这个因为端午节 它的核心 是我们古人对于这个节日的核心的认识 是因为它是阴阳相斗的这个时刻 净度的材料 南北朝时期已经普遍了 南北朝时期在南方 很普遍讲净度了 那人们希望通过进度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有两种说法 知识分子的说法 说是纪念屈原的 说这个屈原死了 大家都想赶快救他 都拼命划船 划得快点 谁划得快 谁就能救着 民众的说法跟这不太一样 民众的生活 它是它比较实际 它强调的是跟辟邪有关 净龙舟怎么辟邪呢 华龙舟出发之前 船上要放一个东西 弄个瘟神像 弄一个草包 代表着邪气 到那时候 划上去之后 划船比赛 比赛 谁先到重点 把那东西 扔到河里 就代表我们家 把邪气扔掉了 那输的那一方就不扔 输的那一方 输的也扔 你不是扔得晚了吗 就晚了一点扔 他先扔掉 我把邪气扔掉了 竞相驱邪 竞相驱邪 驱邪 辟邪 宋文神 是干这个活的 然后你看他比赛的时候 他很热闹 锣鼓喧天的 很热闹的来比赛 可是他一结束 回来的时候 一上岸 这个船扣起来 不太用 这一年不用的 这个笼珠是专门用来比赛 专门用来扔邪气的 把船扣起来 还要把它盖上 悄悄地回家 为什么呢 害怕那个 扔掉那个邪气 重新跟着你 跟回来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现场准备了 这样一个东西 哎呦 说实话我都没见过 这之前 大家猜这什么东西 刚刚我接使用的 有一个女孩子说了 是什么 熊黄 你见过这东西 在我们老家那边 应该就是他会放一个小炉子 然后投一点熊黄 跟木炭一起烧 然后那个味道会很浓 你是来自台湾 台湾的台南 哎我想问一下 陈先生 这过段午节喝熊黄酒啊 这个习修是从何而起啊 熊黄酒对人身体有好处吗 没好处 这是有毒的 啊 毒酒啊 怎么过多人要喝毒酒啊 古人那个医学不发达 他们不太了解 这个熊黄呢 它是一种天然的矿物 它的化学成分叫硫化身 硫化身 太可怕了 刘 你为什么要说 刚才一烧有味 它里边含刘 刘的味是很难闻的 然后呢 它里边又含身 身是剧毒 但是呢 刘化身那个毒性没有那么强 但是呢 从中医上讲呢 这个东西也不能内用 不能内服 不能内服 对 只能外敷 比如他弄了熊黄酒啊 然后呢 用毛笔站着 头上呢 写个王子 成老虎了 成老虎了 就五都不亲了 谁都不敢放你 白少之王啊 谁还敢放你 为了保护孩子 或者呢 是给鼻孔 耳朵眼 周围抹点熊黄酒 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东西能够避虫 它有点很邪的味道 虫子就不会危害小孩 为了也是保护孩子的 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弄熊黄酒 喷到屋子脚啊 墙脚啊 或者是床的边上 这样也是防止虫子的 那么民众呢 也有艺术想象 用艺术想象的方式来解释 为什么要用 最典型的 我给您举个例子 白蛇传看过吧 白蛇传那个白娘子 那是修行了一千年的白蛇 然后化成一个美女 但是这个 道行如此高深 那么一个白蛇 那么化成的那个美女 一喝熊黄酒就现原型 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 叫熊黄 专五节喝最好了 熊黄 可见熊黄酒的那个辟邪的作用如此之强 你有没有喝酒毒死的记录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那还是咱们的古人用量可能比较小 它控制 小心 今天就怪不得现在看不到大家喝熊黄酒了 这个东西经过现代科学一解释之后 发现它有毒 所以也不能够普及 不能够来喝 不能喝了 这个习俗是应该 因为它确实是明显的违背科学的 我们应该淘汰了 我想问一下 关于这个五彩绳 它的颜色有讲究吗 如果有讲究的话 它的颜色都有什么意义吗 所谓的五色 就是青 赤 白 黑 黄 这是我们古代认为 最标准的 最正的五个颜色 东方 它是那个开始的那个方位 那么就正好开始的季节就是春天 东方是春天 春天是绿色的 南方相当于夏 因为南方比较热 相当于夏季 它就用颜色代表的是红色 红色有一种火红的感觉 西方代表秋季 有素沙质感 用白色 北方寒冷 见识光少 用黑色 中间是黄色 是中原地区 黄土 所以中间是黄色 是最中间的颜色 这五个颜色就成了 这标准颜色 跟五行有关 东方属木 南方属火 西方属金 北方属水 中央属土 一次偶遇 让陈连山度过了一次 什么样的特殊端午节 刚好赶上端午节 我们的运气太好了 这吊条吊条 这个节日休息 他们都吃什么呢 粽子 三角 就是点三角 中国的端午节 和韩国的端午记 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这个祭祀 城隍城的活动 也在端午节结束 所以他叫端午节 其实跟端午节没关系 节日里 我们该如何解读 人生的幸福感 追寻传统节日的意义 又究竟何在 这些活动 我们都把它当作一种艺术 当作一种艺术 我们的生活就变得 很丰富多彩 丰富多彩 就有意味着现实 陈连山 您不知道的端午节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我想问一下 陈先生 您做民俗研究这么长时间 但您在各地走访的时候 看到今天的中国 什么地方过端午 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习俗 是我们大家总不知道的 我每年带学生去外地考察 记录民间文学 了解当地风俗 有一年我就带着学生 去武北实验室 下面的武当山区 做调查 可是我那次就大意了 那一年的 因为我们是六月底去 那一年我们到那之后 突然发现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突然不一样了 拿出来东西有粽子 我想起来 那天是端午节 忙的都给忘了过节了 对 我一个人带几十个学生 都住在农民家里 各家到处去采访工作 那很忙 所以我就忙着乱来 我说端午节 这正好赶上端午节 我说运气太好了 可以吊条吊条 这个节日习俗 他们都吃什么呢 粽子是三角形 就是扁三角形 然后还有一个活动 我说那你们 因为我去 用中国了 我才想起来 这是个端午节 再问 一调查呢 他们这天 一早上就开始过端午节了 早上有个什么标志呢 他一大早起来 跑外边去割那个艾草 而且不是割一点 我说你割一把回来就完了 一看 割一大麻袋 干嘛用啊 他这个一年都要用它 就晒干了 晒干了 一年用 为什么呢 这我想起了 古代端午节 有一个重要活动 叫采板药 采各种各样的药材 因为端午节这一天 是阳气最盛的时候 就它接近夏至 因为古代我们讲端午节 其实它最开始很多起诉是夏至的 后来就把夏至和它合在一起 我们来理解 说这天阳气最盛 阳气最盛 药性也最浓 所以中医是很强调的 端午节采的药 是药性最好 所以这一天要专门采各种各样的药 就采板药 采割这个艾草 就是一项 然后割回来 我说你割这么多干嘛用呢 防纹上要各挂一些艾草 还要给牛熏一熏 它用这个被晒干之后 那个可以熏烟 来给牛熏一熏 然后牛可以防止牛得病 同时它删删去 它养那个蜜蜂 养蜜蜂 蜜蜂也会有传染病 用这个可以熏蜜蜂 蜜蜂可以不得了 蜜蜂能受得了吗 同时还用这东西泡水 煮水煮完之后用这个水给小孩 给孩子洗澡 这就是咱们古代的玉蜂汤 是吧 过去用蜂 后来也有用窗户 也有用艾草的 所以它那个艾草使用范围非常的广 所以这个西苏 它等于跟采摆药 跟古代采摆药西苏是一目相传 一脉相传的 他们当地的端午节的这个西苏保存的相当的完整 虽然山区生活 经济生活很贫困 他们人均的产 农业人口的产 人均产值大概 人均收入是2500块钱左右 有一年 一个人在 但是你看他们精神生活 还是挺丰富的 比我们城市精神生活丰富 我小的时候是有过这个经历的 比如小时候头上写王字 我们会很羡慕 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个雄黄 人家别人不知道从哪弄来的 人家孩子头上写个王子 我们就很羡慕 但是我们家会产五色线 会包粽 粽子是在自己家里包 五色线也是自己家里做 你老家是在 洛阳 河南洛阳 我在城里边 但家里边都还过这个 所以我对这一套还是接受的 所以我只是中间断了一段 后来上学父母不在了 上学我中间断了 但是一研究 我觉得想起来我过去的生活 就那时候的生活 很有艺术味道 那像陈先生 您不仅在国内进行研究 您也曾经出国 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民宿 和国外的一些民宿 他们还保留一些什么样的端午节 韩国的一年四大节日之一 是端午节 我查了韩国的全国的民宿制 它是一个县一个县的 就是一个城一个城的全记录 普遍的都有端午节 韩国的端午 我们知道它是把端午作为一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像联合国申移了 他们申请的那个东西叫端午祭 不是节 是祭祀的祭端午祭 它是叫端午祭 为什么叫端午祭 它跟端午祭没关系 过去我们一直有些人 就有些学者认为 它就是中国的端午祭 从端午祭演变过来的 我研究了之后 完全是个错误 不是这样的 这个端午祭活动 是从四月初五开始 先造酒 然后四月十五开始去拜山神 然后再去请一个 顺便再请一个城皇神 他把这俩神抬着 然后游街串向 把他们这个地区几个城市挨个走一遍 走一遍结束 需要多长时间 差不多一个月 我天哪 到五月 你看它从四月初五开始准备 四月十五就正式出发 四月十五出发 陆陆续续跑几个地方 串一遍 抬着走 串一遍 到五月三号左右 才能够到达目的地 然后到五月七号结束 差不多快一个月时间 所以它是个正式的名字 学名应该叫城皇巡游 城皇神是他们本地的神 但是这个城皇巡游本身这个活动方式也是从中国去的 为什么你看看它那古文 祭祀城皇的那套祷告词 跟中国一模一样 它叫端午祭 是因为它这整个活动 拖了时间很长 中间跨越了端午节 是吧 开始 它从四月十五就开始出发 一直倒动到五月初七 中间最后那几天不正好是端午节吗 所以中间它有一些活动 是跟老百姓的活动 就过端午节 那么它这个祭祀城皇神的活动 也在端午节结束 所以它叫端午祭了 其实跟端午节没关系 我们的美国嘉宾莫大伟 他是老家是在美国的波士顿 他曾经跟我们说过 就是在波士顿的川尔斯河上 每到端午节的时候 就是龙舟禁渡 这是华人的活动 他说一到那天 他说我平时不觉得我们这个城市里有多少的中国人 但是这很久以前了 他来中国都有十几年 他到那一天突然所有的华人全出来了 好多华人的小孩子就在那河边 他们大人们就在组织这个龙舟禁渡 孩子们也在旁边看 他突然觉得就很热闹 但是我们也觉得作为一个美国人 他也觉得沾着这个喜气 沾着这个热闹 所以他印象当中非常深的过端午节的记忆 就是华人在川尔斯河上 塞龙舟 这个海外华人 他生活在一个异文化环境里边 他在精神上是受到一些很大的压力的 因为主流文化是另外一套 跟他不一样 所以他在那里边 他那个身份认同是有很重大危机的 他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生活 反正全国人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没有那个身份认同危机 他在那里 因为主流整体宣传是基督教文明 或者是伊斯兰教文明 你那个自我存在认同就会有问题 所以人的心理上是受到一个压力的 不太舒服 所以他必须要用文化行为来展示自己是个什么人 他有个身份认同问题 文化认同的 所以在海外 那个华人 他可能更注重保存传统文化 他通过这个活动 他才能知道我是个华人 我跟人家不一样 我要做 我一定要做那个活动 我们在大陆没关系 我不做 还有别人做呢 我看一看也行 在那你看 看不到 你只能自己做 陈老师 就是您觉得现在国内 您会觉得现在这些淡化的太多了 会觉得有这个感觉吗 我是个文化相对注意者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需要 有自己的文化生活需要 现在中国人有个很大 我倒不说主张一定要恢复传统 或一定要怎么样 我希望我们让老百姓自己选择 节日的风俗 是一种行为的艺术 是一种行为民俗 就是这个节我们应该吃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穿什么 就是一种 你要做一个行动 节日里面他有很多的艺术想象 他想象这个粽子是要纪念去圆的 他想象那个吃了五毒 人就可以不受五毒侵害 这是一个艺术想象 我们不能用事实来要求他 他是个艺术想象 那么要完成这个想象 需要每个人像演员一样来表演 你要来做 你要来承担这个角色 你做了 你就能得到这个角色 他的那个意义 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有趣 是吧 你生活不仅仅是为了吃饱 不仅仅是为了穿暖 你还可以表演 你还可以想象 这样我们的生活不是丰富了吗 我们的生活的意义不就获得了吗 你像那个圣诞节 你一个人说很无趣 说这个圣诞节是 那个什么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 那个你就不要过了 你把孩子的想象 孩子对生活那种爱好 那个美好想象 成为恶杀掉了 那这人就 这个就很无趣 是吧 来 西悦 你过过端午节吗 在埃及 对 然后我们是自己制造了 中国和埃及中间 就是中爱式的种子 中爱结合的 全是中国也不是 是埃及 我爸埃及 最因为的一种菜里面的馅 放在中国的种子里面 然后吃得非常香 谢谢你 谢谢 西悦 你这么热爱中国文化 跟我们的朋友们进一步发展了 中国的粽子文化 将来这个 可能世界某一部分人吃的粽子馅 就是你发明的那种埃及馅的 好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陈连先生 做客文明之旅 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关于端午节的知识 最后请到这个讲台前来现场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直接向陈连先生提问 来 有请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在台湾有一个端午节的习俗 是会在端午节的正午时分 凭空地立一个鸡蛋 所以如果能立起来 代表说你来年可能会有好运或什么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一个地方性的习俗 还是它有什么来源或根据吗 因为好像只有在台湾有这个习俗 对 这个习俗是地方性的 但是端午节特别重视中午这个时刻 这是全国的 从古代就是这样 正月初一时间点是哪 零点 它是一年的开端 这一天的开端始终零点 子时开始的 所以它那个春节是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零点 端午节最重要的是53克 就是正中午那一刻 为什么你会那个正中午时候树鸡蛋呢 因为这是阳气最盛 正中午时候太阳正中 它这一天是接近夏至的 那就是阳气最盛的 尤其它要是最正午这个时刻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阳气最盛的时刻 所以他就说 选择这个时间是很有道理 陈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作为一个华裔 就是中国人的后代 就觉得中国拥有这样的一个端午节 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节乐 我是挺骄傲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需求 可能会把这种节日 只是看中一种超长版的一个周末 就是多了一个假期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这样 就是想把这种传统节日 就是继续发展下去 到我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这样的话 你对于有跟我有这样一样的想法的人 你有什么建议吗 过什么行政不是特别重要的 关键是让人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 一种满足 人们觉得现在生活没有意义 是因为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把那些东西意义已经全消灭掉了 所以你就只剩下吃 只剩下喝 穿 就剩这几个东西了 那里边的文化的内容 全部被否定掉了 比如他里边说辟邪 过去说这东西就是迷信 或者是我们消灭五毒 用什么方式来消灭五毒 吃五毒菜也行 吃五毒饼也行 或者是端午节时候给孩子胸前挂一个有香气的香囊 是吧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艺术 那么这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这是纪念区原的 这是纪念五子区的 你就顺便讲个故事 这样之后这个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有趣 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当作一种艺术 当作一种艺术 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很丰富多彩 丰富多彩就有意味着幸福 谢谢 我想今天我们听到了陈先生的讲解 我们是幸运的 我们知道了我们祖先传承给我们的这笔宝贵的文化财产 他的文化的内涵和精神的实质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有一些遗憾 为什么只有到今天 当我们面对这个专家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听得到 为什么在我们身边有那么多人 不知晓这样的故事 我想在我们听到今天这期节目的同时 也希望每一个观众朋友 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文化的传播者 将您今天知道的 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 散播给周围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文明的传承者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礼 祝大家端午节愉快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